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 我早说过不要小看我敌人节 此麒麟黄袍 乃萧淑菲亲手所赐 说能保我长命百岁 王子锋一家是我杀的又怎么样 除了皇上 你们谁都不能斩我 我看现在谁又能奈我何 谁能挡我 你 你这只狼狗 你竟敢 我当然敢 你不是说只有皇上可以斩你吗 皇上有指 任何人阻碍阎大人进宫面圣 格杀勿论 你要伤害阎大人就是不让他进宫 我只好执行皇命 所以 杀你的不是我 而是当今圣上 而是当今圣上 你们的敌人 你们的敌人结敌大人 是你们汴州城黑夜里的一颗明珠 我相信他日他定会大展锋芒 造福于我大唐 严大人说的对 严大人说的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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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判佐 若不是你昨夜临行前的阵龙发窥的一番言语 恐怕本官已成为另外一个王子峰 从此受那萧朝天的控制 墨鱼 本官也要谢谢你 若不是你炸毁官道拦下本官 又何来昨夜这汴州城惊心动魄的漫漫长夜 大人过奖了 不过是集中生智也算是赌博了 只因大大一再说您是个好官 一定不会看着有人受冤而坐视不管的 你主仆二人真可谓是智勇双全 本官真是心悦成福 狄派佐 你是个难得的人才 本官回到长安后 定会向朝廷举荐你 保你入朝为官 让你大展拳架 谢谢严大人 人杰还是想留在汴州 人杰散完惯了 在这里远离庙堂更加自由 而且可以了解百姓的疾苦 为百姓做点实事 这支笔既能写喜元书 又能够击退那萧朝天 真可谓出神入化 不知道它有何来历 大人 此笔乃人杰的家传之物 笔杆是由玄铁绒柱 笔杰是由天蚕丝制成 占末素容 风干后却又坚硬无比 此笔用材独特 而且势为沉重 要想使得自如 恐怕也不是一件义事吧 从小到大 这支笔一直伴随着人杰左右 一开始用起来十分笨拙 很不习惯 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现在用起来简直是操控自如 你现在不仅是操控自如 最让本官佩服的是你的眼力独到精准 相比作为暗器 也是任杰的一位朋友所教 他让任杰以此来放身 想来你这位朋友应该是一位极厉害的人物 而且对你也应该是十分的关心 严大人 我们该启程了 好 地盘佐 那我们就此别过 他日如果有用得着本官的地方 尽管支言 多谢严大人 严大人一路走好 告辞 告辞 哎呀 没想到这一个晚上 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是啊 后面的事情还更多呢 莫玉 我们立刻赶回衙门 尽快释放那些无罪的人吧 皇上 皇 皇上 皇上 臣妾的表弟犯法 臣妾 愧对皇上对臣妾的信任 没有颜念在面对皇上 还请皇上把臣妾打入冷宫 皇上 肖淑妃 你不要在皇上面前惺惺作态 谁不知道 肖朝天就是你举荐上来的 皇上 臣妾的确有失体察 朝天年幼的时候聪慧 为人忠厚老实 谁从想现在去恃宠而骄 做出这样的事情 皇上 臣妾愿与捐出自己的所有财物 救济汴州的百姓 弥补朝天犯下的过错 皇上 请求皇上降罪于臣妾 淑妾 起来 艾妾 肖朝天犯罪和你没有关系 你当初举荐的也是你的一片好心 若说失察 其实朕也有过错 陛下 够了 此事到此为止 萧朝天已经备诊 得到惩罚了 如飞 你若愿意捐出所有财物 朕也遵循 只是你不要再为此事自责伤伤了 皇上 臣妾日后必定 加倍地用心是否皇上报答皇上的恩德 大大 要是严大人当时没有带兵返回 你会如何 束手就擒吗 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你就这么肯定严大人会回来啊 恕我直言啊 大大确实聪明 但也太过自信 把赌注都压在一个人身上 实在太冒险了 有些事啊 不冒险是不行的 这关键在于 这个险 是否冒得值 这冒险也有值与不值 莫远 我问你 诈毁官道 已是死罪 如果严大人不是我所说的那一位好官 你岂不是以身犯钱 因为我相信你 你信我 我相信严立本 我们把所有的赌注 压在同一个人身上 信人不疑 疑人不信 你我作为主仆 却如兄弟 为兄弟冒险值得 严大人 是个好官 为他冒险 同样值得 看来我要跟你一直冒险下去了 为你觉得值得的事情去冒险有何方 结果已经不重要了 这样的人生才够痛快 确实痛快 大大 我这就去给你温一壶好酒 等你办完这些公案 咱们一醉方休 知我者 莫于言 狄大人 狄大人 刚刚有人送来这封请帖 好 谢谢 长安大理寺少卿王浩德的义妹王昭燕 三日后在长安成亲 邀请大大去参加 原来大大约王子峰去长安 就是找王浩德帮忙 参销找天一本 现在此案了结 没想到他的义妹要成亲 看来这次长安咱们怎么也是躲不了了 我这就去收拾收拾 准备启程 不 我不去 不去 王浩德大人和您可是好朋友 我说了不去 就是不去 是不是因为要王山庄庄主慕容卿 他和王昭燕是好友 想必一定会去参加婚礼的 难道你真的不想见慕容卿了 赵大人 里边请 里边请 谢谢 感谢 感谢 里边请 里边请 赵大人 查到什么了 我查到王昭燕今天要嫁的 是天微堂的堂主邱一帆 天微堂开业百年专营货买卖 运送存仓 人称天下第一底铺 天微堂 很熟悉的名字 天微堂的库房 近期接连失去了几批波斯商人所寄存的贵重货物 看来这天下第一底铺的名字该改一改了 还查到什么 还查到 求一帆请来了严厉本大人做主婚人 只因严求两家是世交 而求一帆自幼父母双亡 一直在严厉本大人的照顾下长大 所以二人情同父子 是吗 还有吗 还有 就是慕容卿小姐的大名果然在宾客名单之上 大大 你为什么出尔反尔 说不来长安还是来长安了 您知故问吗你 好 那就问一些墨语不知道的 三年前你独自到药王山庄拜师学艺 究竟跟慕容姑娘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离开之后便不愿再见慕容姑娘 难道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人家的事 你 你不会真的做了吧 今天可要多喝几个 严大人 恭喜 谢谢 有劳各位了 不知道新娘她们来了没有 严大人身边的 莫非就是白衣审判 蒋浩臣 正是与王浩德大哥 同为大理寺少卿的蒋浩臣 白衣审判 无碗不破 有机会一定要见险 新郎官旁边的就是新郎官的拜把大哥 常乐帮的帮主 常振锋 此人武功稀松平常 但一生一子当头 所以有不少追随她的帮助 至于新郎邱伊凡 虽然人称正义剑可 但是呢 剑法狠辣非常 杀人就在拔剑那一瞬间 叫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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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好漂亮 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好漂亮 大喜 大喜 多喜情 这大喜的日子 新郎官看起来并不开心啊 真气派啊 停 停轿 停轿 停轿啊 快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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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发出手 shoulders 500 你娘子怎么回来 求一帆 你好毒 是你害死我的 好狼 怎么回事这些养的啊 会成这样 真会啊 什么事儿了这 这不行啊 这什么事儿 选思神针 慕容卿 王昭燕中的是蛊毒 谁要是敢接近他 下场跟他一样 既然这样 还不赶快放开我们 臭丫头 终于来了 终于来了 还要再来 头是 谁来 周燕姑娘 她这是怎么了 死了 王昭燕种的是蛊毒 会传染他人 不遗留在人多之处 尽快把人抬走吧 慕容宝 是 把王昭燕小姐的尸体 小心移到后援无人之处 千万不要揭开布漫 十丈之内 生人无尽 是 求一番 王昭燕死前 为什么跟你说这些 我怎么会知道 长大哥 严大人 请你们一定要相信我 王昭燕的死 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番这个人我还是知道的 他形势磊落 江湖人称正义剑客 他怎么会 毒害自己的未婚妻呢 况且 江湖中民不腐蚀的人多得是 所以 挂着正义的羊头 大有可能卖的是不义的狗肉 你又喝啊 没想到明镇江湖的药王山庄庄主 慕容卿小姐 居然是一个出口不驯的母老虎 我长振风敢以向上人头作宝 这个女人的死 跟我兄弟求一番 没有半点关系 好了好了 各位 各位安静一下 安静一下啊 我身边这位 就是大名鼎鼎的白衣神叛 大理司少卿 蒋浩臣蒋大人 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都看到了 我相信 他一定会查明真相 绝不会冤枉无辜的 蒋少卿 我说的没错了 是的 严大人 大方 大人 立刻赶回大理司 向王少卿 报告这里的情况 莫容姑娘 请问鼓毒发作 需要多长时间 最快 也要一个时辰 所以 不能说出 五十之后行踪的人 便是一凶 九一番 五十之后 你在哪里 我 既然新娘不是他杀的 为什么他的双眼要看着门口 双脚也要朝着门口走 难道新娘真是他杀的 所以他心虚想逃 不 新娘不是求一番杀的 莫容 走 一番 你快说 五十以后 你到底在哪 我 哎呀 我什么我呀 一句话就可以说得清清楚楚 这些巴巴的干什么 快说 既然无话可说 来人 在 立刻把邱一番 收押大理司后审 请慢 蒋少卿 一番还没有做出解释 你就要把他收押入监 大理司办案 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草率 对呀 谁敢动我异地求一番 先杀了我常见坊 长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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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把他追回来 我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不用了 严大人 求一番 逃不出我的一根线 长帮主 立刻封锁天威堂 是 小姐 张燕姑娘的事情已经安排好了 我想敌人节是不敢跟你碰面 我们还是不要多管闲事 赶紧走吧 不 敌人节已经来了 求一番 就是引出敌人节的鱼儿 求堂主请留步 我家大大有礼相赠 滚开 不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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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莫语 小心 再动就要你人头落地 千万不可 手下留情啊 此人杀害我好姐妹王昭燕 血债协差是江湖的规矩 姑娘 长安城乃天字脚下 王法之地 岂可滥用私刑 下官参见蒋少卿 你就是凭机智斩杀 萧朝天的敌人杰 好 既然严大人极力推荐 本少卿也乐得旁边轻松 狄大人 请吧 敌人杰 那王昭燕究竟是谁害死的 不知道 但我却可以证明 球一番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 不过 严大人 严大人 您真的希望我这么做吗 为受害者喜冤 不是 你只坚持做的事吗 好 人杰就来证明 球一番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 为受害者喜冤 请给球一番松绑 这位姑娘 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球一番无路可逃 你还是想把他放了吧 球 我早就说过我是来送贺礼的 怎么样 没事吧 敌人杰 你真的可以证明 王昭燕不是我杀的 当然可以 谋杀呢 是需要有动机的 天威堂的招牌虽然是百年金期 但是近两年来 竟然失去了几批贵重货物 使他的生意一落千丈 相反 王昭燕的大哥王浩德 贵为大理寺少卿 深得皇上的信任 前途不可限量 所以球一番可以靠着这门钦逝 夫平妻贵 根本没有杀死王昭燕的理由 你说 是也不是啊 你不回答也可以 墨宇 喝酒去吧 敌人姐 等一下 没错 天威堂的生意 的确不如从前 所以王昭燕 就是我球一番 用来生金蛋的骨鸡 我根本就没有杀他的动机 严大人 看来 你所托非人了 敌人姐 你只需要证明 球一番武师以后 没有去过王昭燕家中 下毒就可以了 这个荣燕啊 这证据不就在我们所有人的身上吗 王昭两家在京城的香蕉变天下 既然两家联姻 京城的大小商铺为了一尽情意 便从大清早就开始燃放鞭炮 无论是大街小巷 还是王秋两家的门前街道 都铺满了厚厚的鞭炮碎屑 所以 谁曾在大街上走动 到过王昭燕的家 毒杀王昭燕 谁的鞋底 必定沾满了鞭炮碎屑 不信的话 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鞋底 快去 果然如此 既然囚一帆从来没有离开过天威堂 那他的鞋底 必定没有沾上鞭炮碎屑 秋兄 抬起你的左脚 给大家看看 狄人姐 一帆之前和我们一起 到天威堂的门口 等候王昭燕的花轿 他的鞋底 沾了鞭炮的碎屑 也是有可能的 对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但也有可能 是到王家下毒时 在街道上沾上的 也有可能啊 敌人姐 你再想想 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证明我没有杀人 我正在想 正在想 等等 虽然我不能证实 邱一帆没有到过 王昭燕的家 毒杀王昭燕 但我却可以证实 他五十之后身在何处 邱一帆 抬起你的右脚 给大家看一看吧 墨宇 你的鼻子最灵 吴英文 告诉大家这是什么 我是你的书童 又不是你的小狗 为什么要绣人家鞋底啊 这是马粪 我在这里都能闻得到 看着湿润的程度 还是新鲜的马粪 天威堂后院有个马厩 想必求堂主 刚刚去过那边吧 当然去过 这不就是喂马的草料吗 如果我猜得没错 邱一帆在五十的前后 王昭燕的喜叫 未到达天威堂之前 他就一直身在马厩之内 是也不是 是 你肯定 我肯定 无事之后 我一直待在马厩 没离开过 一直到未出急事 我才返回天威堂 所以 我根本不可能 到他家去杀人 那你待在马厩 整整一个时辰干什么 你不回答我的问题 又怎么可能摆脱嫌疑呢 你是不是在马厩约了人 是 女人 你别闹了好不好 如果不是女人 你的衣衫上 为什么会有 胭脂的痕迹 这不是胭脂 这是水痕 这不是水痕 这是泪印 女人浮在男人的身上哭 胭脂沾到了衣衫上 被泪水所化 便变成了泪印 一芬 你别抛弃我 一个男人在成亲的前夕 会面对三种女人的眼泪 第一便是慈母欣慰的眼泪 第二是未过门的妻子欢喜的眼泪 第三便是旧情人伤心的眼泪 既然求凶的父母早亡 妻子未过门便死了 所以这泪痕 应该就是你旧情人所留下的吧 一芬 大婚之日你撕毁旧情人 你太不应该了 我 阎大人请息怒 是问江湖中人 谁没有点风流运势 这也难怪邱兄了 没错 我是在马厩撕毁我的旧情人 可是严大人 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名解 才没有说出实情的 好 邱兄果然是重情重义之人 人家差点哭出来了 狄人姐 既然事情已经水落石出了 是不是现在 就能证明我不是凶手 现在还言之过早吧 你的旧情人 怀了你的骨肉吧 你胡说 严人姐 我现在不需要你帮忙了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帮你 我只是说要证明 你不是杀害王照样的凶手 为受害者血冤 要不是你的旧情人 怀了你的骨肉 你怎么能狠心杀死他 没有杀人 你拿出证据来 这证据就在 停 严大人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杀人 你一路服侍我到现在 我才有今天 我怎么可能做那种 不仁不义之事呢 严大人 这可是一尸两命啊 证据呢 这证据 就在邱一帆的剑上 莫云 你的剑上 为什么会有胃肝的血 你教我如何是好 我肚子里坏的是咱俩的骨肉 我不能失去它 我也不能失去你 一帆 咱俩干脆离开长安 去什么地方都好 我这一生都跟定你了 可是 如果我现在就离开的话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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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不走 我就到喜堂去死在他们面前 你 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邱一芬 你的确不是杀害王昭燕的凶手 只因为你午时之后 正在杀害你的旧情人 以及他肚子里未出事的孩子 埋伸天微堂马厩之内 胡说 我没有杀人 那你马上跟我到马厩去 我敢肯定你的旧情人 尸体还在 不用了 抬进来 刚才蒋大人派我们去马厩查看 果然发现这具女尸 死亡不到一个时辰 尸体上有余温 且有深月 瞒不过敌人节的事情 又怎能骗得了蒋浩臣呢 没想到初见蒋绍卿 就在你面前献丑了 文明不如见面 敌人节 果然极致过人 宁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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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啊 妹妹 妹妹你死得好惨啊 周一帅 我恨你是结拜的兄弟 你竟然做出如此终搞不如的事情 我给你拼了 我给你拼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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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还你妹妹一个公道 来人呢 在 把她带走 且慢 堂堂尝了帮帮主 怎么哭得跟个孩子似的 你是江湖中人 要给妹妹报仇 叫依照江湖的规矩 什么江湖规矩 跟邱一帆一战定生死 让她血债血偿 长阵风雨球一番的武功 相差太大了 你这不是让她送死吗 要报仇 不就要做好死的准备吗 这不就是江湖吗 蒋少卿 可否破了一次 让他们江湖的事情 江湖了 严大人 你意下主 蒋少卿 周一帆已经杀人犯案 公事公办 本官 不便多言 好 我也想知道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本少卿就破例一次 只要你求一番 能杀了长阵风 我就答应将你无罪失放 多谢蒋少卿 温云 求一番 你可愿意接受长阵风的挑战 巢 江少卿 是不是我杀了常振锋 官府也不会追究 当然 一切依江湖规矩行事 没想到我身在江湖 杀了人还能逍遥法外 狄仁杰 谢谢你送的这份大礼 送佛送到西天去 好 现在就让我给你们俩作证 我数三生以后 你们就拔剑开战吧 一 二 三 一 عَلَىٰي عَلَىٰي 敌人姐 我早说过 我是为受害者洗冤的 大人 我 对不起 对不起你 严大人 对不起 不 你做得对 只是 我又负一番家人的嘱托 敌人姐 做得好 敌人姐 你站住 我决定了 把长乐邦送给你 我要你长乐邦干嘛 我会公告江湖 从今天起 敌人节就是长乐邦的帮主 长振锋参见帮主 我是要朝廷俸怒的 怎么能当什么帮主呢 从现在开始 阵风的命就是帮主的 还有我长阵风送东西不要的 你给我扎住 小姐 小姐 我们也走吧 看来敌人节并不想见你 会见的 敌人节是个聪明人 聪明人就会自寻烦恼 烟大人 烟大人 昊晨可在外等候 不必了 一番的事情 虽然难以接受 可她是罪有应得 我把蒋少卿请过来 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 你觉得 敌人节这个人如何 严大人 你可听说过 易博树 易博树 从未听过 是一种高深的武功吗 不 易博树没有一招办事 只是思想法门的口诀 却能套用于武功 谋略战阵之上 修行大成者 如同奇异高手 能洞悉敌人接下来的每一步 并计算出对应方式 于是可以预先设下陷阱 让敌人跌入自己设计的陷阱死局 而不自知 从敌人节怀疑 求一番开始 求一番 就已经跌入敌人节的精准设计之中 一步不长 你是说 敌人节懂得易博树 可是 当时他曾经做出错误的判断 比如说 他认为求一番的鞋底 并没有那鞭炮碎屑 是 这正是易博树的恐怖之处 这个错误也在计算之内 敌人节故意做出错误的判断 让求一番对他更加依赖 那敌人节便可以把求一番 玩弄于鼓掌之间 你是说 敌人节从肯定求一番是凶手那一刻开始 便已经计算出 他会死在自己的剑下 从那一刻开始 敌人节就决定要杀死求一番 或许常振锋出现只是个意外 但敌人节急性地改变计划 让常振锋可以亲自为妹妹报仇 不止大快人心 也让这个案件有了完美的结果 这么说 敌人节确实是懂得易博树了 不确定 易博树是传说中的神迹 炼成的人不多 听过的人也不多 是否存在都不知道 但就算是易博树 也未必牢不可破 江少卿 是否有意和那敌人节较量一番 我怎么就离开一会儿 我妹妹就成这样了 王大哥 这事情还没查明白 你怎么就犯火烧尸呢 慕容卿说 孤独除了用火烧之外 根本无法驱逐 会继续疑惑 所以我不得一而为之 任权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 说是因为赵燕不满我逼着他和邱一番成亲 才会复读自尽 但是因为实在太讨厌邱一番 所以才会嫁祸于他 想把他拉入地府 却没想到被你误打误撞 为常宁香洗血沉渊 也算是天意 赵燕任性刚烈 这样做也是有可能的 但这件事还是有太多的疑点 难道王大哥就不想查明真相吗 想 当然想 只是最近公事私事 实在搅得我精疲力竭 觉得有些累了 赵燕之死确实是有很多的疑点 但是眼下朝廷更有一件大案 让我和蒋浩尘非常苦恼 所以赵燕之事 还是等侦破了这件案件之后 再做调查 王大哥和蒋绍青 合成长安两大审判 文武揭决 什么样的案件 可以让你们俩头疼 不知小弟可否帮忙 我当然希望你能够帮我 但是这个案子 牵扯到皇室宗族之密 实在是不便外泄 就为敌人截破力吧 王大人 节哀顺便 感谢二位大人的关心 刚才蒋大人 何出此言 眼前这件大案 你我连手都没理出个头绪 实在枉为大理寺绍青 因此严大人提出建议 说让敌判佐加入调查 凭着他过人的智慧 说不定会有突破也不一定 不知道王大人 意下如何 既然 蒋大人如此说 好 这个案子就是从这具尸体开始的 所以我们把它封存在这个冰窖里 不可能 天下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司法 他的死因是什么 这个人是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 导致气息中断 弃绝而亡 自己掐死自己 有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人不可能自己掐死自己 自己掐着自己的脖子 气味绝 人已婚 双手自然会松开 气息也会恢复正常 所以人不可能掐死自己 不信的话 你可以自己试试 是有些难受 但是种种气象飘鸣 这人的确是自己掐死自己 他究竟是谁 他是御医方太极 皇后派他来给五妹娘检验身体 据当时在场的证人说 他是死于五妹娘的厌圣之术 什么是厌圣之术 厌圣之术 即是巫术 三位大人 如果要让人杰相信巫术可以杀人的话 那等同一让人杰相信 人可以自己掐死自己 一样荒谬 我倒觉得五妹娘不简单 说她会厌圣之术 我也不觉得奇怪 蒋少卿 我倒觉得五妹娘只是一个普通的弱女子 不简单的 不是她 而是人的命运 自从她进入后宫 她的人生 其实 早就交出去了 这五妹娘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此女十四岁 被诏入宫中 甚得先皇的宠爱 封为五才人 只是有一次 命向大师李淳风 为大唐推算国运的时候 对先皇说了一句话 唐三代后 女主武王 当今圣上正是大唐的第三代皇帝 难道李淳风的意思是 下一个接任者是个女人 不单是女人 而且她还姓武 在先皇的身边符合这个条件的 便只有五妹娘一个人 所以 她的命运 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公公 能否把这个交给皇上 武才人 你就死了这份心吧 皇上 是不会再宠幸你了 从此 五妹娘在宫中 虚度了整整十年光阴 直到碰到当今圣上 当时的皇太子 皇上曾对我说 那是他第一次 自由与一个女子恋爱 但命运 没有就此眷顾这个女子 太宗病逝 五妹娘的命运再次臣服 而且更是渺茫 她因曾受先帝宠幸 而与其他嫔妃一起 被送到感业寺 削发为泥 直至老死 没想到 命运又再一次地把这个弱女子 推向了风口浪尖之上 一年前 皇后因为自己未有所出 为了讨好皇上 便提议让这五妹娘重回后宫 也正因如此 她才卷入了这场命案之中 想想 此女子也真是可怜啊 五妹娘能够得到两代天子的宠幸 你说她可怜 我倒觉得她不简单 这感业寺 是宫中飞贫落发苦修 度过余生之处 为保他们安全 故意直谢绝相克 并有重兵驻守 闲杂人等 一律禁足 即使守军 如非必要 也是望入者斩 除非持有皇帝或皇后亲赐的令牌 七天前 御医方太急奉皇后之命 为五妹娘 做入宫前的身体检查 妹娘 什么事 芸衣 芸衣死了 当时只有五妹娘在旁边 若不是巫术 又如何让人自掐致死 但是杀人动机呢 玉衣死后 她的随从向我们透露 玉衣死前五天 曾来为五妹娘把过脉 当时就怀疑五妹娘怀有身孕 不守贞结 这次来 就是想证实此事 没成想在这普世殿中离妻死去 那王大哥的意思是 五妹娘怕她怀孕的事情 会影响她重新回到宫中 于是将淤仪杀死 这也是有可能的 施主 请转告五妹娘 大理寺少卿蒋浩尘 王浩德 连同严厉本大人 及汴州叛佐敌人节求见 请几位大人稍候 玉衣的死讯传到宫中以后 皇后也认为是五妹娘 用巫术害死的寓意 便想用火烧死她 皇上得知以后大惊劝阻 终于皇后做出让步 却要皇上在十天之内 找出真凶 十天之后子叶的耕骨响起 如无结果 不管事与不适 都将是五妹娘的死期 现在据时日之期 只剩三天 狄判佐 这五妹娘多年以来 一直在这普世殿中 为先皇和皇上祈福 你觉得这样一个女子 会是用巫术杀人之徒吗 人节在汴州 初次与严大人相见 严大人正式受皇命 快马赶回长安 为的是否就是此案 正是 皇上要我和大理寺 两位少卿一起调查此案 好还五妹娘一个公道 只是现在 还是毫无头绪 那五妹娘对御医的死 有何回应 五妹娘一直不肯借鉴我们 也不肯对怀孕的事情 做出分辨 五妹娘说了 只见敌人节一人 地盘佐 看来此案 你就是不想参与 也是不行了 五妹娘见过敌大人 我该如何称呼你呢 相应五改 大人是并州人吧 我也是并州人 就叫我妹娘吧 好一个相应五改 彼此彼此 普世殿是礼佛地 请大人屈咎 入乡随俗 入死随佛 何屈咎之有 据说玉姨死后 妹娘一直不肯接见几位大人 这次却因为人节破例 难道真的因为我们是同乡 不 同乡情意 怎能和人命凶暗相比 妹娘肯见敌大人 是因为你和其余的三位大人不同 只因为他们身在朝中 我却在朝外 愿闻其想 身在朝中 处事难免收治 正如严大人受皇上之命调查此事 必定偏忽妹娘 而大理寺两位少卿 虽然是众口称谕的审判 但他们的背后有皇后失恙 调查起来 判断难免会受影响 就只有迪某人身份低微 或许对人对视还能保持中立 以一个平常人的心 来面对这个案件吧 与大人说话真是乐事 大人有事请问 在观音面前 妹娘定坦诚相告 御医方太极 是如何死亡的 就在此地 就在你所做的蒲团之上 当时御医正在为妹娘把脉 然后轻咳几声 便把自己饿死了 御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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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娘可是相信 这世上有巫术 妹娘是否相信并不重要 关键是狄大人相信了 仁杰只相信证据和真理 最后一个问题 妹娘是否怀有身孕 是 仁杰告辞了 狄大人 妹娘有一事相求 刚才大人所想 烦请大人守密 与妹娘对话真是乐事 放心 人杰刚刚所想 定不会告诉他人 因为这也关系着 人杰的生死 三日之内 定还妹娘一个清白 地盘总 这普世殿跟赶叶寺其他殿堂的结构很是不同 而且格格不入 是同时建造的吗 赶叶寺建于隋朝后期 和这普世殿应该是同时兴建的 但为何风格不同就不得而知了 那为什么把普世殿建得这么与众不同呢 迪判佐 不要再纠缠这个问题了 方才 五妹娘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御医不是他杀的 就说这些 他还说他的确怀有神愿 没说孩子的父亲是谁 他没说 所以你认为人不是他杀的 我确实相信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无数 但也相信 如果要证明五妹娘不是真凶的话 要有确切的证据 三位大人 请允许任杰参与侦办此案 好啊 求之不得 迪判佐 你有什么要求的话 尽管告诉我 本官会安排的 那请大人在普世殿前加派守卫吧 难道普世殿还会有事发生吗 正于以此时 店内只有两个人 如果五妹娘不是真凶的话 那必定有第三者在店中 但于以此后 普世殿一直有人看守 这凶手 到底是如何逃走的呢 所以你相信 凶手还在普世殿 我刚刚去看过了 机会不大 但有可能 有这个可能 便不能放过 我们即可加派人手 我来亲自彻底搜查此店 你凑半圈 那任杰待会儿去找一个朋友 或许他可以帮助任杰 解开着寓依自掐而死的谜团 我回来后 就跟王大哥一起搜查普世殿吧 那倒是好 你要找的朋友 是慕容姑娘吧 对 这慕容姑娘 是药王山传的庄主 这医术冠绝江湖 而且见识渊博 说不定 可以从她口中 得到一些信索也未定 况且 因为王昭燕的死 我也有事情要问她 好 慕容姑娘住在凤莱客栈 她这几天可能会离开 你要找她的话 要快一些 那这样吧 狄判佐 你马上去找慕容卿 我和蒋绍卿呢 赶紧回宫里向皇上禀告 王大人 你就留下来继续调查 好 时日之期 只剩下不到三日 事不宜迟 我们分头行事吧 蒋绍卿 走 看来你是不相信 五妹娘是凶手吧 她不是 为什么这么肯定 她是否跟你说了什么 你刚才却没有说出来 不 正是因为她有些事 没告诉我 所以我才认为她不是凶手 我问她是否怀孕了 她很爽快地就承认了 却没有说出孩子的爹是谁 难道你猜出了谁是孩子的爹 他是谁 说不得 说不得 说不得就是孩子的爹 你也不要再问了 等她孩子的爹亲口承认吧 就因为我猜出了孩子的爹是谁 故此 五妹娘根本就没有杀死方愚义的动机 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凶手 人杰 王大哥有何指教 王大哥是不想人杰参与调查吗 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 来 王大哥如果想让人杰调查 便早会对人杰明言 不用严大人和蒋绍卿提出 只是昭燕的事让你无辜地牵扯进来 卫兄真是于心不忍 王大哥何出此言 难道调查真相 不是你所希望的吗 人杰 有时候真相 更是令人难以承受 尤其此案牵扯之果 完全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 关键是 一旦查出真相 后果更是不堪设想 人杰 你我是交心好友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如果此案威胁到你的性命 你要即可抽身 此官返回病重 从此不再涉足官场 王大人 真的这么严重吗 你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那我就放心了 今晚来我家暂住吧 咱们兄弟几个好久没有喝一杯了 但人杰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晚上见 看来这王大人一定知道一些 有关此案的重要秘密 这秘密不但重要 还会威胁到人性命 我还会威胁到你 任俊兄 看到那个最红的了吗 等等 注意你的呼吸 还有风 那苹果 无时无刻不再飘动 记住 不能伤它分毫 师父大人 人家这次的作品 你还满意吗 确实进步不少 今晚可以陪为师多喝三杯了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人家 知道我为什么教你用铁笔做暗器吗 是想你今后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做防身之用 人家只是一个小小的书生 又不是什么闯荡江湖的大侠 就是因为你是一介书生啊 人的一生很难说什么时候会遇到危险的 你为人太善良 我怕你被人欺负 慕容青是我的师父 谁敢欺负我 你 你想什么 你 我回来 我回来 想喝醉吗 还记得当时我来药王山庄 拜师学艺 姑姑根本不肯收留我 还好你当时替我说话 谁叫你一进来 就忙忙撞撞地 打碎我最心爱的酒杯啊 谁叫我当时 马上就闻出来 那就是二十年前 酿的女儿红 谁知你立刻就说 这是好酒 打碎了可惜 你这个女酒鬼啊 分明就是想找个人陪你喝酒 可是我现在 不只想要你陪我一起喝酒 天啊 我还想让你陪我一起 一起携手向澳江湖 一起上山采药 一起研究医术 一起做药王山庄的主人 要是让我一个人承受这些 我真的承受不起 爱是纠缠的故事 前生早已开始 离奇梦啊 岁月被迟 好 那我们就一醉放休吧 我想我以后想喝酒的时候 哪怕 都找不到盈佩洛 梦卫的情深 依然 几乎着时辰 梦卫的情深 风吹动你温柔怕死 吹过乱你的梦子 穿越过千秋万世 略不悔天 至少被相依 不离不牽 永在一起 我要跟著你一輩子 送上一枝根根絲 只為那份愛的真實 不忘我的情緒 大大 我們不是來找慕容姑娘的嗎 為何在這裡站了一個時辰多了 還繼續站著 你是怕她不肯見你嗎 不怕 因為她正在等我 那你為什麼還不上去啊 你這麼一直望 脖子不痠嗎 好好好 我投降 好吧 敬仁傑 不好了 怎麼了 王浩德出事了 我們走後 王少卿向五妹娘借了五十殿的鑰匙 為了安心調查 一個人進去 誰知一個時辰過去了 王大人卻還沒出來 眾人敲門時 發現門也被反鎖 參見蔣大人 王浩德大人還在裡面嗎 還在店裡 沒有出來 那真的不是要來 你不能告訴我 你沒想到想到 恩 你快點 描槽 你快點 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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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點 你快點 你快點 好 好 云姐 这里交给我 你快去救王大人 救人哪 小姐 上车吧 小姐 敌人杰是个寡情的人 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想着她了 我想什么与你无关 别忘了 我是小姐你是奴婢 小姐 这次到长安城 我已经陪你做了很多大胆的事 都不知道怎么跟姑姑交代 姑姑最不喜欢敌人杰 平时你还要跟她见面 那我真的很难 谁敢挡路 我要慕容卿跟我走 王浩德大哥受了重伤 谁下的手 我 我已经用悬丝神针 为王大人宝脉须命 接下来为她做好直线 免得血脉一通 泄流不止 蒋大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今夜 王大人把自己反锁在了赶爷寺的普世殿中 无声无息 直到我跟狄大人感知 推开殿门才发现 王大哥 王大哥 坚持住 你人进来救你 王大哥坚持住啊 莫云 把剑 把剑 把剑干嘛 请王大哥的手 齐万斩下 快 来不及了 小大人 莫云 王大哥就交给你了 大人 赶爷寺的官兵已经全部都死了 他们都是自己把自己给掐死的 大人 不会真的有鬼吧 传王令下去 立刻封锁城门 擅自出入者斩 另外再派三万士兵 去巡逻长安城 一旦发现可疑人物 立刻收监 传王令下去 立刻封锁城门 是 敌人杰 你总算亲眼见到了吧 王大人的性命 总算是保住了 但是王大人的气血 置行太久 伤了三杨精 断了杨为脉 能否醒过来 还是未知 活着就有希望 王大哥是个铁汉 定能熬过去 这我不担心 慕容姑娘 你相信 人可以掐死自己吗 不信 难道 是有怨魂所命 我敌人杰 从来没见过杀人的鬼 只见过杀人的人 但无论他是鬼还是人 我定会把他抓出来 还王大哥一个公道 蒋大人 可否带我去看一下 守卫的尸体 请 і 前准 我 你 咖啡 我 古脅 有余的尸体 这的确是被人 恰死弃绝的迹象 但是 又是如何做到的呢 银针 是 任杰兄已经用银针测试过了 他并没有中毒 青山流水一份 是 要我相信他们自己掐死自己 我宁愿相信 他们全部都中了毒 这青山流水 是我们药王山庄的秘方 如果血中有毒的话 这青山流水便会变成绿色 毒性越强 色泽越深 你问问他 这还要过多久才能变色 我迪仁杰从未见过一种毒药 可以让人自己掐死自己 他 应该已经听见了吧 我说的话他听不见 你说的话他才听得入耳 慕容姑娘 为什么有人说的话 你会听不入耳呢 有些人的话 这话我就是没兴趣听 不用我重复了吧 莫语 拿一个白瓷碗来 把这个什么青山流水的给我 小姐 小姐 果然是中了毒 只是毒性轻微 色泽不深 你跟他讲 既然毒性这么轻微 既然毒性这么轻微 是怎么毒死人的 而且又如何同时向这么多人下毒 你是不相信我的话 是他不相信你 我是不相信有这种毒 走 青子 江大人说的对 毒性如此轻微 怎么能让这么多人同时中毒呢 他们虽然都中了毒 却并非死于中毒 是蒋大人说的 还是你敌人节这么想 是我这么想的 况且王大哥身在普世殿中 守卫却在殿外 为何会同时中毒 这根本不可能 看来 有一个人能替我们解答 昨夜王大人向妹娘 借普世殿的钥匙 妹娘便借给了她 后来便再也没有见过她 昨夜 你一直都在房里吗 正是 可有证人吗 蒋大人是怀疑 妹娘与昨夜的命案有关 只是怀疑罢了 没有证据 狄大人 怀疑和谣言一样 是不需要证据的 自从御医 在普世殿离奇毙命之后 妹娘的言行 一直受到了监视 蒋大人要是怀疑 妹娘昨夜的行踪 可以向守卫查 谈问一下便会清楚 杀人不一定要在现场的 杀人确实不一定要在现场 有道理 怀疑也不一定需要证据 但这杀人动机总不能没有吗 或许有人担心王浩德在普世殿中会查出什么 所以杀人灭口 普世殿的连串命案牵涉许多条人命 而受害者的死状结合御医方太极相同 五妹娘 你既是杀害御医的嫌犯 自然也是昨晚毒害王浩德 以及多名守卫的嫌犯 蒋绍卿 这只是另一个没有证据的怀疑 除非蒋绍卿与无知的妇孺一样 相信巫术可以杀人 那你现在就把五妹娘扣押兴起 向皇后领功 否则 你就把凶手找出来 免到两天以后 一个含冤无辜的女子 被人以大火活活烧死 我不会让你含冤而死的 我会找到证据 谢谢大人一直维护 只怕这真凶不易捉拿 不过无论如何 嫡大人对命娘的恩情 命娘将涌寄于心 我也是同一句话 我不会让你含冤而死 我不但会找出证据 也会把凶手找出来 告辞 大人留步 大人 真凶若是想嫁活媚娘 目的早已达到 现在他们不惜一切代价 扩大事态 估计目的不仅如此 所以大人 万事小心 谢谢媚娘的关心 媚娘也请保重 我不相信这个女人 为什么 女人的直觉 虽然说她可能不是凶手 但也绝对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这么决啊 慕容小姐 其他凶手不是凭直觉的 两件凶杀案 都闹到她的头上 普通女人早就一哭二闹了 怎么可能还像她那样 在你们面前 言笑奄奄 唯唯详详谈呢 就是因为她根本没有杀人 所以她半夜敲门也不清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这个女人最厉害之处 就是能够把初次见面的敌人杰 服服帖帖地收为己用 为她顶撞大理寺少卿 光是这一手段 就已经很厉害了 你这话说到哪儿去了 我只是认为五媚娘不是凶手 所以才为她说话 你说五媚娘不是凶手 证据呢 不会是光凭直觉吧 我会找到凶手 找到杀人的方法 我说了 是毒 世间根本没有让人 自己掐死自己的毒 你的说法 我完全不接受 这只是你孤陋寡玩罢了 慕容宝 我们走 慕容姑娘去哪儿 与大人无关 长安城 已经进入戒严状态 所有的城门已关闭 你劳累了一晚 不如早点回去歇着 昊尘 这就命人送你们回客栈 我要是想离开长安城 自然会有我的方法 只是现在心情突然不错 想去西市逛逛 买一点女人家的饰品 不用蒋大人操心了 她在吃醋 别说你不知道啊 现在速速去办 明明 你主仇二人劳累了一夜 我在天善居设立一桌韭菜 不知两位可否赏面 这题一不错 请 走 走 快点 小姐 你不会真的是要逛街买东西吧 走 为什么不可以 当然不行了 现在街上这么乱 哪是逛街的时候啊 我们还是赶紧回客栈吧 那你自己回客栈吧 我一个人逛街就可以了 小姐 你可别忘了 姑姑让我看顾着你 她说要是你敢胡作妄为 今儿我一定阻止 我总怎么跟姑姑交代 不用担心 你被解雇了 我不管 反正我就要把你安全带回去 解雇 什么解雇 我是药王山庄的庄主 难道解雇你还不可以 你已经不是木龙家的人了 也没有必要向姑姑交代 自便吧 解雇 解雇 小姐 快快 帮主 怎么样 西市东市都找遍了 不见敌人街 按常振风不再是帮主了 别叫我帮主 你们干什么吃的 找谁都找不到 这边 这每天麻烦是够多 常振风也完美 其实任杰兄 也相信普世殿一案 是集体中毒事件吧 现在只是推测 就到慕容姑娘来证实了 而且啊 她一定会回来证实的 上来 哎呀 哎呀 到处都吃官兵 这生意怎么做呀 干脆把铺子关了 好好好 老板 哎 还做生意吗 做呀 做 当然做呀 姑娘 你要买什么药材啊 我要一间药店 浅将不如计较 难怪严大人说你聪明绝顶 女人心海底针 也都可以被你算得这么仔细 讲到是过奖了 如果哪个男人啊 要是自以为能看清女人心 那真是自寻烦恼的冤大头 自寻烦恼本就是男人的天性 不是吗 但其实任杰兄 心里明明就不想让慕容姑娘 蹚这次的浑水 但偏偏又抵挡不住 普世殿神秘集体杀人事件的吸引力 还是让慕容姑娘 去寻找那毒药的来源 蒋大人你想多了 我家大的只是想见慕容姑娘而已 吃你 看来狄判左是个多情人 也不枉蒋某冒着钓巫纱的风险 为你带来一个消息 两个时辰后 大理寺便会拘捕慕容卿 你也快吃了快快快快 快快快 你俩一夜未睡 不补充一点体力 又怎么在两个时辰之内呢 帮慕容卿洗清嫌疑呢 但慕容卿之前一直在药丸山庄 昨晚才回到长城 这大理寺是怎么追查到他的呢 王昭燕死后的一个月 大理寺便派出精锐展开调查 刚得到消息 说王昭燕死前一个月 药王山庄曾采购大量剧毒药材 而成分呢 就跟杀死王昭燕的相同 经大内御医的分析 王昭德所中的奇毒 天下间除了慕容卿外 一时无人能配 还有 慕容卿连夜离城的时间 刚好是王昭德在普世殿出世之后 一切线索都表明 慕容卿可能就是谋害王氏兄妹的凶手 王昭德一案 皇上极度重视 嫌疑人等一律宁罔勿 所以我已派官兵和刀斧舍 把慕容卿包围 只带一声令笑 便立刻把慕容卿拘尽神位 朝廷跟江湖 一直以来保持着看不见的平衡 江湖的事 就用江湖的规矩来解决 朝廷也就闭着眼本事 但普世殿的命案 查办刻不容华 要是慕容卿被捉 你说 朝廷和江湖的平衡势必被破坏 双方要是发生冲突 对彼此都是大劫异常 所以你知道 为什么我要冒着钓巫纱的风险 来拖延这两个时辰 是不是只要证明慕容卿不是凶手 便可以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我也不是一个爱自找麻烦的家伙 况且我也是学武之人 也算半个江湖中人 有些事情 我还是不想看到 这顿饭来得真是及时啊 只是水煮七里 辣劲不够啊 江湖人 你的人情 迪人杰记住了 现在人杰去找个朋友 半个时辰后 普世殿外景 我定会证明慕容卿不是凶手 没有啊 没有啊 找到敌人杰了吗 还不快给我继续找 是是是 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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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给我抓住他 抓住他 站住 爹姐 你别跑 站住 还不快跪下 还不快给帮主跪下 还不快给帮主跪下 属下参见帮主 参见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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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宇 这就是你们的带帮主 墨宇 属下参见帮主 参见帮主 参见帮主 这 这就是你交过我的新任务 正是 好 现在帮主也给弟兄们一个任务 想必你们已经做好了为帮主 勇于牺牲的准备了吧 牺牲 其余的 什么也没有 那仁街兄还有一个半时辰进行调查 当午时钟声一响 我便会到仙药炉 亲自将慕容卿捉拿归案 那事不宜迟 进殿吧 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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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是大理寺的禁卫 个个都是千中选一 能够在不破坏现场的情况下 搜集一切证据 难怪蒋大人勿安不破 有这样精锐的禁卫队 助你查案 请 他们正在聚系无疑地 把现场绘画存档下 经过存档的资料以及档案 都放在那里 此时以前随便你查阅 这里的政务还真不少 还有这个 这是昨夜在王浩德身上搜到的 这小锤不限武器 王大哥带此身上干嘛 我也是毫无头绪 狄大人时间不多了 好好珍惜吧 不会走远了吧 我可以在殿外等 最好 省得跑来跑去花时间 你知道药王山庄 为什么在江湖上 有着崇高的地位吗 除了因为慕容家 医术称神 神真绝妙天下之外 还有就是因为 一百多年前 药王山庄的第一任庄主 冒死在马贼手上 救下五名孤儿 并将他们抚养成人 据说这五名孤儿 日后在江湖中 成为了门派的掌门 和帮会的帮主 从此 江湖进入太平盛世 所以江湖中人觉得 药王山庄一直对他们有恩 恩仇必报是江湖的规矩 要是今天有人敢对 慕容卿小姐不利 我怕今天来此的江湖中人 都不会袖手旁观 没错 对了 忘了介绍我自己了 在下墨宇 今天刚上任的常乐帮 代帮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敌人间 是你将墨宇带其他人 去保护慕容卿的吗 你可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这扇门有点古怪啊 王浩德大哥之所以拿着这个小锤 就是为了寻找这个密门 你看 以这里的灰尘状况来看 这扇门应该很多年 没有人打开过了 在这个桌上 放着三个圆柱体的物件 现在已经不知所踪 这地上的半个鞋印 也不是王浩德大哥留下来的 以这里的灰尘状况来看 这里面最近藏过人 大有可能是普世殿的 连魂凶暗的凶手 你是说 王浩德来到普世殿 是为了与藏在这里的凶手见面 如果他们是约定好了见面 王浩德大哥 为什么要拿着这个小锤 去寻找凶手躲藏的地方呢 实在是想不通 一切一切发生在普世殿的事 背后一定有一条神秘的心 我们还没有抓到 只差这一条线 那你就得赶快找到这条线 否则时辰一到 在仙药炉守着的那些江湖兄弟 统统得死 甚至满门超转 你就为了一个连话 都不跟你讲的火龙青 要牺牲这么多条性命 值得 现在站在仙药炉前的人 都是分布于五湖四海中的江湖人 朝廷如果敢动他们一根毫毛 就是与整个江湖作对 即便是朝廷不出手 江湖也会找朝廷算成 还有 敌人节虽然朋友不少 但还真找不出来这么多人 今天站在仙药炉前的人 都不是人节叫来的 而是来报恩的 药王山庄对江湖有恩 崇高地位至今不变 就是因为江湖中人有仇必报 但也有恩必换 这也许 就是朝廷和江湖之间 最大的不同之处吧 所以我敌人节要保护的 不是慕容青 而是有恩于江湖的药王山庄后人 敌人节 你可别忘了 你是官场主人 你现在使用江湖的力量 来对抗朝廷 这是犯上的大罪 一旦追究起来 不仅功名不保 还会人头落地 若真要追究 恐怕不只追究我一个了 事想 为了捉拿一个慕容青 竟弄得整个长安大乱 朝野敌对 后患无穷 想必皇上也不愿意见到 怪罪想来 蒋大人和大理斯上下 恐怕也会受到牵连吧 敌人节 你是恩江仇报 威胁我吗 不是威胁 是想大人再帮我一次 如果没有大人的帮忙 人节无法证明慕容青的清白 一是你放弃捉拿慕容青 我定会助你把普世殿的案件 查个水落石处 否则 你就跟我一起查 或许 有奇迹出现也未定 你就这么肯定 不是慕容青所为吗 一定不是 但就算有我帮忙 也未必能创造出奇迹 蒋大人 我想静一静 换个环境透一口气 或许 对找出证据能有帮助吧 快没有时间了 所有的证据跟物证都在这里 都记在这了 只是太乱了 还理不出头绪 你们几个在这边 是 几个到那边去 是 我看好了听见没有 是 还有你们 小姐 是谁在外面这么吵啊 问问不就知道了吗 谁在外面这么吵 回慕容姑娘的话 外面来了一大帮官兵 已经把仙药炉团团围住 说是 姑娘和王浩德兄妹之死有关 不出半个时辰 就要进入仙药炉 捉拿姑娘 我是长震锋 奉帮主敌人节之命 前来保护姑娘的 外面还同时来了一大帮江湖人士 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自愿起来保护姑娘的 小姐 敌人节的情 我可不理 让他们全部都滚 小姐 这事已经越闹越大了 要是让姑姑知道 又想让我解雇你是不是 要来要去我自己做主 任谁也别想留住 我可不可以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心情 一定要心情 关心则乱 有些问题明明简单 答案就在眼前 是因为人的心想得多了 才变得复杂难解 胆就在眼前 我一定有卡过 快出来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官府办事 闲杂人等 一律退让 蒋大人 我知道我家大大十分尊重你 故还是想先求你 慕容卿在王氏兄妹一案中 虽然嫌疑最大 但证据尚未确凿 不知可否网开一面 暂缓扣押呢 非常事件要用非常手段 慕容卿不是个平凡的角色 倘若今日没法抓到他 他日要想再抓他便更难 那为了完成任务 只好得罪了 动手 住手 大胆 幸好其实赶到 蒋大人 我终于想通了 也找到了 真的 大大你想到什么了 已经没时间了 我们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昨天晚上 我们打开普世殿大门的时候 王浩德大哥看到我们 就撞到殿内一塌糊涂 不是 可是这件事情 跟慕容卿 他是不是凶手有什么关系啊 大有关系 因为王浩德看到我们 不是为了逃跑 而是为了尽他最后一口气 保护他这一生最重要的人 他撞到殿内一塌糊涂 就是为了掩饰这个 王浩德大哥孤家管人 王浩德大哥孤家管人 能让他进最后一口气 去救的人 只有一个 就是王昭燕 这个耳环 就是王昭燕的 王昭燕并没有死 而且 他还在王浩德遇害的时候 同时进入过朴氏店 这是什么味道 从药店里飘出来的 怎么回事啊 你们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谁叫你们逼我逼得这么紧 要是多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能够将捏死我的温柔 配置成功 捏死我的温柔 就是毒害御医 和王浩德的毒药吗 真是抱歉 让大家受苦了 但是为了查清长安城的离奇命案 以及还自己清白 不得不让大家大胆施药 让大家受惊受苦 还请各位原谅 那个慕容小姐就不要客气了 本来我们大家伙 是要拼了命地来 拼了命地来保护你的 这点小小的痛苦 还要算得了什么呀 谢谢各位 此恩此情慕容卿铭记于心 蒋大人 我买下这间药铺 就是为了要证明 普世殿的离奇命案 跟一种奇毒有关 请问蒋大人 现在是想押我入狱呢 还是想知道案情的线索 大风 去把朝中的严大人 带进敢言寺内 我在朝中也有所耳闻 朝廷并不愿意掀起江湖和官府的纷争 但是如果江湖要包庇真凶的话 朝廷也一定不会放过 人不是我杀的 江湖和朝廷的纷争我也管不了 我此次只为药 一种可以使人自杀的毒药 对于慕容卿而言 也算是一种挑战 幸好你失败了 那也比有些人光说不做要瞧 慕容姑娘 我家大大做的可多了呢 要不然刚刚朝廷与江湖的对峙 梦雨怎么会出现在外面呢 是啊 狄人姐 刚刚你找到那只耳环呢 证据是你找到的 人自然也要你谁 我蒋浩尘是大理寺的少卿 不再当你的传话筒了 蒋大人 有些人的问题 我未必会答 也未必愿意答 那浩尘只有不顾一切 把你带回大理寺 慕容姑娘 人家相信你不是凶手 你未必会答的 就让人家来猜 你未必愿意答的问题 可以不回答 你只要回答你可以 和你愿意回答的问题就是 好 让我们现在重新梳理一下这件事 这个耳环 是我在这补饰店找到的 是王昭燕婚礼时佩戴的 她跌出喜架的那一刻 人家也看得清清楚楚 想必 也躲不过蒋绍青的一双慧眼 不容青 我问你 王昭燕的死 究竟是怎么回事 她是我杀死的 但也可以说是我救了她 一个月前 王昭燕来药王山庄找我 恭喜你啊 昭燕 天微堂是个好地方 我还听说 裘一帆 是个很英俊的人呢 这 清姐姐 求你救救昭燕吧 这里只有你可以救我 如果你不答应我 我就只有一死了之 赵燕 有什么事情你尽管说 能帮的我一定帮你 清姐姐 我根本就不想成婚 那个裘一帆我见过 不管别人说她怎么好 可是她在我眼里 就是一文不值 为何 清姐姐 我真的不想成婚 张燕已经有心上人了 你比我更知道 智力再大 也只能容得下一个人 清姐姐 这门婚事不是我选的 都是我哥哥逼我的 我求你一定要救救赵燕 你让我如何帮你 我 我只要你 让我死 王昭燕 希望我帮助她假死 她便可以和她自己的心上人 远走大漠 再也不回中原 于是我便四处寻药 帮她制成了可以假死的苗谷之毒 然后亲自为她圆皇 我很羡慕她 王昭燕中的是蛊毒 会传染他人 不宜留在人多之处 尽快把人抬走吧 莫王宝 是 把王昭燕小姐的尸体 小心移到后援无人之处 千万不要揭开不漫 十丈之内 生人勿尽 昭燕姑娘 昭燕姑娘 没事了昭燕姑娘 那 那女士怎么办 这尸体是昨天疾病死去的 我家小姐把它买了下来 不会有问题的 谢谢 你替我谢谢你家小姐 你赶紧走吧 我只是帮了昭燕这个忙 后面的事情 我便一概不知了 后来 王昭燕根本就没有去到大漠 却来到了普世殿 依她的武功 想要躲个守卫 非常简单 可这普世殿的钥匙只有两把 一把在五妹娘手里 还有一把在皇宫 那 这王昭燕 又是如何进到这普世殿之内的呢 好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 王昭燕在假死之后 为什么要来到普世殿呢 她是怎么进来的呢 假设王昭燕一直躲在密室中 她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密室所在 这密室中 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还有 王昭燕为什么来这里寻找王昭燕 王昭燕是否又真的杀害了王昭燕 还有遗方太极 是否也是王昭燕所杀害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假设王昭燕就是凶手 她为什么要嫁祸给五妹娘 你们进入普世殿时 可曾见过王昭燕 就算是她能进来 又是如何逃出去了呢 我们进来的时候 店门紧闭 除了王大人之外 就只有我们三个 也许赵燕为了掩人耳目 换上了守卫的装束 在我们打开店门的时候 她躲起来 撤冷逃走了 我们当时都在救人 就没有注意到 就算是她能躲过你们的眼睛 可是为何不会中毒呢 除非就是她下的毒 慕容姑娘 这个毒究竟怎么回事 我刚才说过了 这毒的名字 叫你也死我的温柔 是世间至奇之毒 你也死我的温柔 我怎么学医这么多年 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只能怪你学医不经 心中只有公民 传说在几十年以前 有一名骑将叫洛红尘 他对各项公义 天文地理 无一不禁 所谓将心毒蕴这四个字 再配他不过了 洛红尘一生最伟大的成就 便是红尘六绝 没有人真的知道 这六件作品是什么 随着他的死去 六绝便随之消失 同时消失的 还有他的后人 但我曾听姑姑说过 六绝之一 便是天下至奇之毒 捏死我的温柔 严格说来 捏死我的温柔 只是由两种普通药物混成 一种令人猴头生出火烧之感 另一种令人双手肌肉突然收缩 任何一种都不能致命 且损用之药材 就是普通药店都能买到 所以我才能极客炼药 但却不能像洛红尘那样 化腐朽为神器 把用药分量和药发的时间 掌握得出神入化 第一种药 现在猴头爆发一阵剧痛 就在中毒者双手下意识捂出猴头之时 玉衣 第二种药及时发作 令双手手臂肌肉迅速收缩收紧 玉衣 于是 玉衣 便出现了饿死自己的诡异情景 但最恐怖的是 捏死我的温柔 是以一种特殊方式提炼的药物结晶 玉风即化成无形 且随风流动 中毒者 不出半炷香的时间便会毒发 而小小的一点进入风中 便足以让数十人中毒 所以它一直存放在竹筒之中 并以铜油浸泡 阻止 还是 与空气接触 既然她毒发需要半炷香的时间 那方玉衣很可能再进入普世殿 等待五妹娘来之前 就已经被人下了毒 所以 五妹娘一定不是凶手 这样解释也未尝不可 但 浩德兄进入普世殿一个多时辰之后才毒发 这 又要怎么解释 墨云 这地上的乌鸡是什么 是童谣 如果是这样 那一定有人在大殿内放毒 会是王昭燕吗 这有可能 但浩德兄出事时 店门是紧闭的 外面的守卫 又怎么也会中毒 此刻也是大门紧闭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气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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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大人 请命人拿一个发讯号的烟弹过来 好 大家注意看看四周 有没有红烟冒出 不 这里有红烟 看来普世殿内是有通风的通道 捏死我的温柔就是从这里飘出来的 捏死我的温柔果然随风而动 瞻这几死 恐怕 会大事不妙 狄判佐 此话怎讲 试想一想 要是有人站在京城的顺风之处 将承载着捏死我的温柔的竹筒打开 那京城会怎样 长安城便会成为鬼域 若毒气飘至皇宫 那便是大唐设计的灾难 大唐 立刻赶回大理寺 通缉王昭雁 他身上极有可能携带剧毒毒药 若他敢反抗 立刻格杀 蒋大人 毒药可能不在王昭雁的身上 而且此案尚有诸多谜题未及 如果杀死了王昭雁 恐怕会让一切线索中断 蒂盘总 现在普世殿一案 已牵涉到我大唐设计的安危 接下来就交由朝廷和蒋绍青全权处理吧 你的职责已尽 其他的不必再离会了 严大人 人家做事下来有始有终 从未中途放弃过 狄判错 是非得已 不要再执着了 那 把王大哥交给仁杰来照顾吧 等他苏醒后 我问金氏时便会离开 仁杰兄 王少卿自有御医会照料 你不必担心 严大人 当初让仁杰协助查案的正是大人 而如今到了关键时刻 大人却让仁杰请辞 情书仁杰办不到 如果仁杰猜得没错 大人要捉拿王昭雁 不但是为了设计 也是为了帮助五妹娘洗清罪行 为了不让他两日之后 被火星烧死 好向皇上交代